这个当爹的还四个人了 一双大手 把这闺女往死到枪啊 边掐还边投过呢 宝宝 别胖 就腾那么一下 我去你妹啊 这丫头叫翠花 他其实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没事老个学校里惹麻烦 一到要被开除钱 他的土豪爹就搞钱来帮他摆事 校长 一百万你脚的够不 行吧 那就罚翠花逃一个月厕所吧 你瞅这屋里头 哪有一个好人呢 放了学他就又开始嘚瑟 这头是一手零酒瓶子 一手跟闺蜜视频唠嗑啊 这喝车不开酒 开酒不喝车 大伙可千万别学的啊 不然就得 瞅着妹 嘴着个撒绿蹦子 把她给蹦飞了吧 还行 这小翠花命挺硬 没死了 可那车上那四个小丫头可都废的 再仔细一手 这不都是同学吗 她正想撑胳膊探得还有活口没 别说 还真有个喘气的 救我一下 救我一下 本想着救她一下 可突然她就犹豫了 因为眼前的这丫头 就是害的逃厕所的人 心思来心思去 这个唯一有口活气的也厌气的 翠花在拧她一瞅 发现另一个被怼死的 是新来的转校生 纳诺 他吵着纳诺脖子底下的手机 赶紧就拿起手机 想摇他爹 你干啥呢 哎呀妈呀 啥玩的呢 这里翠花吓得 哭嘴的给土豪爹打电话求救我 爹啊 别给我怼了 快救我一下 随即警方跟记者都干来了 现场也只剩土豪爹一个人 记者就问他闺女是不是酒驾 他一个劲强调他闺女不会喝酒 到家后 电视上不光报道了这个事 还放出了四个矮腿的小丫头的照片 他爹就坐不住了 你叫他妈知道给我惹祸 我也不记得的 刹车都不好使了吗 不好使个球啊 不是我把酒瓶的门给你藏起来 你早废了 他爹给他熟识烂摊的 都熟识的够够的了 他没招啊 这闺女进去了 他的公司也得跟他吃花招 所以他也只能接着高钱平事 这把翠花狗玩大了 喝多了把眼给撞死了 而他土豪爹 还得高钱给他平事 这会儿个食堂 正放着他爹的采访呢 那车是刹车不好使 不是我闺女酒驾 因为他根本就不会喝酒 这句话 一下就让同学们虚声一遍呢 喝多了 他不会喝酒 那都是彩香套子喝的主 你说个学校里 谁不知道谁啊 公道自在人心啊 于是同学们都开始 接着地疏远他 上个厕所的墙板上 写的都是骂他 惩罚他的客人 这头个网上 还抄着要怎么费了他 网友的招也都是绝的 在编尸的 给翠花吓的 赶紧就把手一撇了 这事也给他 弄得一天神经兮兮兮的 上个厕所 都能瞅着个带鞋的酒样子 洗把脸 还能瞅着那挨腿的 四个小姐们 很快这个案子就出戒果了 还是他土豪爹的钱好使啊 只需要给四家 一家赔三十万就完事了 这个判决 一下就引起大伙的不满 可能是苍天有眼啊 这一家的货 正准备开车回去庆祝呢 就在这前 哎呀 这刷车的不好使的呢 摸不住了 摸不住了 结果哭死 就嘴竖上了 当翠花再次醒来 他竟然是在那辆 造势的三里蹦子上 而葛的对面 是被撞死的纳诺 现在朝圣 网友们都想让你砸死 接着纳诺一声令下 亮个像吧 小宝贝 只见两个拎着家务事的本号 笨他就来了 随后纳诺开始念着 惩罚的排名 排在第四的 是干舌你的腿 开整吧 一个本号一把奔倒翠花 接着轮起小春 罩到他的腿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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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双好腿 就这么给废了 咱接着往下玩啊 排第三的是撞掉你的牙 刚说完 那小宝贝的大嘴袜子 给翠花啪啪啪一顿丑啊 一嘴的烤丝牙都给删掉了 哦 哥 我牙都没了 但咱娜姐可还没玩够呢 弄死他小宝贝 宝贝一猛棍下去 消停了 结束了吗 不 这才刚开始 挨收拾的翠花再次醒来 他又回到了这张造势的撒绿蹦头上 娜诺依旧在他对面 别着急 还有人想弄你呢 出来吧小宝贝 这把亮相的是遇害者的爹妈 当爹的一把吼出翠花的胳膊 当妈的超级大巨条 就是咔哈一顿拉呀 后头的画面太惨了 你们自个儿合计吧 翠花第三次醒来 瞅着自个儿的胳膊啥事没有 难道这都是梦吗 他赶紧下楼去找土豪爹 爹啊 有人要弄我 老爹赶紧给他个温暖的抱抱 告诉闺女别怕 可这套抱 这套却发出了甚人的笑声 所有的胳膊越来越使劲 爹啊 说不得气的 在一顶头就是蒙了个灯啊 翠花跟其他被怼的三个丫头 出现在窗台上 而排第一的惩罚就是勒死他 这套惩罚竟然是他爹写的 没想到亲爹也想弄死他呀 他无助的呼喊着 妈呀 我爹要弄死我 可下一秒啪叉一九瓶子 就给他遭懵的 哈我干啥 我干这儿呢 看来爹妈是统一战线的 这下一双大手 死死的掐住了他的脖子 眼前的爹妈 俨然已变成了一双恶鬼 爹 别吓了 我错了 翠花死透了吗 不 他又醒了 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再次瞅得不像是梦的 而纳诺就在他旁边 原来这一次次的死亡 都是撒旦之女纳诺给他安排的 本身这撞死四个丫头 就是他的错 完善他那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还编妈说是拥护刹车坏的导致的 纳诺就让翠花死够四次 可这一共才死三次啊 别着急 你先歇会儿 别给你累着 说完纳诺就走了 但这头刚进电梯 那头又干出了一个 接着就不到那屋里发生啥事的 纳诺刚到一楼 就听着外头哭死一声 等他顺着动静走过一瞅 这回翠花算是死透了 而惩罚他的 则是这个叫有理的鸭蛋 他问咱们纳姐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是天使的化身 还是恶魔的躯壳呢 咱们下期节日到 拜拜